香港的住宅价格在8月达到顶峰后,10月的下跌幅度为14个月来最大。 随着银行对房产的估值更加谨慎,人们购买房屋的情绪有所降温。 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来方的数据,这是自2020年8月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修订的数据,这是该指数在8月创下历史新高以来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来方大中华区研究和咨询主管Martin Wang说,10月份的数据反映出买家采取了观望态度。 他说,由于香港开发商继续提供折扣和灵活的金融计划以促进销售,买家正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房。 在房价下跌的同时,中原地产公司编制的追踪各大银行对133个小区二手房估值的中原估价指数CVI在截至11月21日的一周内跌至29.89点。 这是自2020年3月CVI暴跌至18.88点以来的最低点。 CVI在10月的第一周滑落到60点以下,此后持续下滑。 CVI低于40点的门槛代表银行对市场看跌。 而高于60点则表示看涨。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副总监说,该指数表明,银行在发放抵押贷款时倾向于降低房产估值,因为他们认为房价会继续走软。 汇丰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和其他主要银行自7月起已停止为内地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在香港建造的未完工住宅提供按揭贷款。 恒大背负着3050亿美元的债务,目前在香港有两个住宅项目正在建设中,位于屯门的骏龙湾二期和位于长沙湾的恒大瑞丰。 中原地产研究部表示,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计划减少其债券购买计划后,银行已经变得更加保守。 本月初,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量将每月缩减150亿美元。 中原地产研究部表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利率将上升,这将抑制购房情绪。 同时,根据美联物业的数据,10月份香港二手住宅的交易量连续第六个月继续下降,交易量为3656宗,是自2020年8月成交3441宗以来的最低值。 10月份的新房销售也环比下降34%,为1273宗。 不过,今年以来,香港的住宅价格已经上涨了3.9%,其中753平方英尺至1075平方英尺的住宅区间涨幅最大,达到4.5%。 B加格地产的研究主管Derek Chang说,下个月与大陆的边界重新开放,可能会推动住房价格指数创下新高,并突破400点大关。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与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